东马沙巴沙拉越的政治氛围跟西马其实很不同 尤其在交通上更是有巨大差异 西马半岛的政党候选人 无论是用南北大道飞机火车要去哪里其实问题都不大 但是在东马就不一样了 那沙巴沙拉越地广人稀 陆路交通并不发达 所以当地人是高度依赖乘搭飞机来载人载货的 尤其选举期间 机场跟意外成了朝野之间交锋的前线站 我们来看我们的特派记者 严伟俊 吴启军还有庄文杰 人在沙巴斗湖机场发现到的选举小插曲 沙巴东岸的斗湖机场 平时不只是本地人来来往往 更多是要从这里中转去仙本纳旅行的旅客 作为他们的中途站 八点最热报采访团队原本今天抵达之后 就是要直奔仙本纳做直击报道 但是没有想到在斗湖机场这里的选举气氛 据说是比市区的选举热更加热啊 哇 你看 有本土政党为了迎接他们的候选人 还出动马来工棒队 远远看热闹的程度 还以为是哪家的新郎新娘 要迎娶或是出嫁了 支持者一点都不马虎 即使今天是星期四工作天的下午 他们还是一身整齐制服外加旗帜以及口号 轰轰烈烈地迎接他们的候选人 这盛大的场面让画面当中这一群 才刚刚底部的中国游客实在是看傻了眼 他们是在干嘛 是在欢迎我们吗 感觉像是像选举 但是我还以为是来明星呢 在斗湖机场不只是迎兵送客 更有领袖是从遥远的仙本纳赶过来 要冲下一班飞机飞去亚币出席活动 但是很可惜啊 这段路实在太遥远了 他赶到的时候飞机早就飞走了 无可奈何之下 他只能在支持者的拥护之下 在机场吃吃守候三个小时 等待下一班飞机 最后这个阵营最厉害了 资源够多 支持者阵容够坚强 为了让他们的候选人能够风风光光 像是国际巨星般抵达机场 海拨不调没有少 高声尖叫 还出动超级大喇叭 甚至活动主持人炒热气氛 顿时 东湖机场变成像是开演唱会的国家体育馆 让沙巴东岸的选举气氛 单单是在机场就已经热到爆 因为内陆交通的补便力 却意外让各方候选人 在还没正式上战场之前 先在机场较劲 斗声量 拼人气 赶在提名日之前 先汇聚各方实力 为自己的阵营加油打气 赶在提名日之前 感谢观看